饭店上方窜出大量农烟 顶楼还冒出熊瘦火光 27号凌晨台东的 今年世纪酒店传出火警 数百名住宿旅客仓皇逃命 没想到才事隔74小时 30号凌晨3点 又在同一个起火点窜出火蛇 所以他发现是从这边的地板 这边窜出 这里是饭店11楼的顶楼 这次的起火点就是烤箱发热器的管路 火式串烧将一旁电箱设备 全部烧成焦黑 电线裸露生锈看起来相当惊悚 饭店内部也布满一地的瓦砾碎屑 整个地板也烧成一片焦黑 连墙壁也整个掉落 一旁的柜子也遭受波及 生锈受损 可见火势相当猛烈 员工上来巡视的时候 他是从这边消消的一个起火点 对 那其实当下立即 已经就是把火给突灭了 已经突灭然后我们再叫消防队 员工巡逻发现后赶忙将火势扑灭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通报消防队员前来协助 整个过程长达了三十分钟 但上百位房客浑然不知继续受税 所以他的侦测其实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把火势扑灭了 所以警报器没有响 索性整起事故无人伤亡 目前十一楼顶楼也关闭 没有营业 只是才刚过三天 就在同一地点发生火灾 也不免让游客预计游存 起火原因还仍带火掉人员 检验厘清 记者潘城前赵佩宇 台东摩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